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咬文雀字 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 和品味背后的趣文日事 主持 宋旭文 字幕志愿者 刘茜 《君宫繞淑支威夷》 《紫角封音入尾碑》 这两句是道府秋庆八首 最后一首 开头两句 这首诗呢 它的是诗念长安旧游之地 《尾碑》那首地方 《尾碑》这个地方 那地方就是在現在陝西省、護縣、以西 即是長安西南的地方 溫吾玉宿都是地方名,是到尾碑所經的路 威夷就是作路途的遊場或者曲折 這樣的意思解的 紫角峰也是地名,也是一個山峰 即是中南山上面一個山峰 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 君吾玉宿這個地方的路途是長遠而曲折 由紫角峰的山背就可以轉入到尾碑的地方 這個道府這首詩是很出名的 因為它下面跟著有兩句很傳重的名句 就是紅豆剁魚鷹舞粒 逼吾玉妻老鳳凰之 形容這個美碑、物產的豐富和物產的美麗 這個威夷這兩個字呢 是我們今天要講講這個威字的 即是君吾玉宿字威夷這個威字 威字的字形呢就是委託的威字 加一個俗語所謂的威字 這個威字呢 這個字呢是不能獨立來解出一個字意出來的 它呢一定要跟這個儀字合起來 然後才可以解釋 是講道路的遊場或者曲折就叫做威儀 凡是這一類合起來然後才構成一個意示 這種字呢大多數呢都是雙聲或者跌穩的字 所謂雙聲字就是兩個字同一發音 例如彈琵琶那個琵琶那兩個字呢就是雙聲字了 又例如琴琶不齊那個琴琶呢 亦是同一發音的呢 所以亦是雙聲字 至於跌穩字呢就是同穩的 同一個穩的 例如這個零丁兩個字 岩蟬兩個字呢都是跌穩的字 而威夷兩個字呢是亦同一個穩的 在詩穩裏邊這個威夷兩個字呢都是入四支穩的 所以呢我們叫它是跌穩的字 這一類雙聲跌穩的字呢大多數呢都是只是取它的聲 所以字形呢未必是有一定的字形 有大多數呢沒有一定的字形的 例如威夷兩個字的寫法呢大約呢有四五個那麼多 有一個寫法呢還寫作簡單寫作緯托的緯字 和龍蛇的蛇字 那個緯托的緯字呢仍然是讀回 龍蛇的蛇字呢是讀過兒 這樣呢好看著啊 杰磨中國在詩經裡面的 緯蛇鑾 competitors 雖然作為公正為 但是呢 但是呢也和這個形容道路的長遠和曲折那個 歌詩呢也有關係的 而且呢也可以寫那個歌詩的 有一個彩托的江山在這麼說的 這個題材 whenever aids刮轉的一個字呢 两个字都是上升或者去升或者入升 这样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人把这个威仪读作伟仪 就是一个側升一个平升 这样跟这个规律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正确的读法都是读作威仪 这两句是出自看书的 这两句书里面包括有四个人名 零就是指皇陵 英就是指陈英 信就是指韩信 报就是指贵报 这个名分就是作为明显的定分 其余就是一种非分的希望 这两句就是说收了皇陵和陈英明显的定分 而绝了韩信和贵报的非分的希望 现在讲的是绝信报之其余 这个旗字 旗字的字形就是 喜有此理的旗字 右边加一个以文目见的建议 即是喜字右边加一个建议 这个字音企和这个欺企的旗字是同音 有些古书里面就将这个旗字和欺企的旗字相通 可以写成欺企的旗字的 所谓欺企的旗字就是东西南北北字上头 下边加一个奇异的旗字 特异的旗字 这样旗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解造非分的希望 就叫做旗余 余字的字形又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一个俗语所谓人质余的余字 换言之就是寒余的旗字的上半部 右边加一个建文的建字 现在我们有时候会在书报上看到这个旗余这两个字是连用的 例如说某国对某国有领土的野心 就说某国弃于某国的领土 又例如说某人想谋夺某人的财产 就说某人弃于某人的财产 所以这两个字虽然是比较少见 但是呢 报纸上呢 间中都会使用 对于这两个字的字意呢 有时候呢 可以从上文下理得到 大概是为什么得到这个意思 但是对于字音呢 有些人呢就会读错 我曾经听人读过呢 是矮余 可能呢 因为呢 这个是矮旋的矮字 就是跟这个矮余的矮字的字形呢 相似的缘故 事实上呢 有几个字啊 从个喜字表声的呢 都是读作矮的 第一就是矮旋的矮 第二呢 就是晋朝的时候 跟这个石崇斗有钱的那个黄矮的矮 即是树心边作一个喜字的矮 第三个呢 就是近人谭言矮的矮 即是门户的门字 里面呢 是加一个喜字的矮 还有呢 矮节的矮字 即是喜字的右边呢 加一个刀字 即是动两动的刀字呢 那个矮字 但是呢 这个戚余这个戚字呢 虽然呢 亦是用这个喜字来表声的 但是呢 其余的矮字呢 就不读作矮 是读作矮的 所以呢 我们呢 是将字形相似 那个字音去乱读呢 就常常呢 会读错了字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呢 不好 说见到一个字 以为这个字和第二个字的字形相近 那样就读那个字呢 这样就会读错了 如果大家呢 是小心点 认识那些字 它不识的时候呢 我们去查字典原来读呢 那样呢 就读错的机会呢 是少很多的了 咬文着字 主持 宋毓文 主持 宋毓文 帝道家于祖井 披鸿巴于甲聂 这两句就是出自张恒的西京库 家呢 就是一种莲花的矿 祖井呢 就是天花板 恰聂呢 就是重叠的样子 这两句的意思呢 就是形容这个 宫殿里面 装饰的华丽 在天花板上面呢 雕刻了一些 成为莲花的样子的图案 这样呢 它是倒转头呢 伸出天花板之下的 而那些莲花的生长呢 就生长在那些莲叶 重叠之间 现代的建筑物的天花板呢 仍然有用浮雕作为装饰的 看夫的流传到现在呢 似乎呢 是已经呢 没什么文学价值的了 但是啊 这些这样的 窮年旅月 然后写成的文章呢 就时时呢 可以反映出 古代文物的制度 用这个 莲叶 莲花 倒转头 来挂在天花板上面这种这样的装饰呢 当然是一种很精致的装饰 费了不少的人工呢 然后才可以做得成 现在呢 就是讲这个 帝度加于祖井这个加字 加字的字形呢 就是草花头 下面作一个加减的加 这个加字呢 在字书里面的解释呢 就是富渠亨 所谓富渠亨呢 富渠呢 富渠呢 就是即是莲花 或者叫做河花 在汉字里面呢 对于莲花 这种植物呢 有很多种名称 分得相当小的 它的花呢 就叫做河花 正确的叫法呢 就叫做河花 它所结出来的子呢 我们叫它做莲子 就叫做莲 河花伸出来水面那条框呢 我们呢 就叫它做家 河花藏在水底里面那条框 文字上叫做坑呢 我们呢 就叫它做藕 分得这么小的 和是一种花而已 它都花和纸和连框 水上的框和水下面的框呢 都不相同的 有些人呢 说中文不够表白呢 其实呢 因为它们对中文认识呢 或者呢 不太深的缘故 若果呢 知道到呢 我们只是河花呢 都有这么多的字去表达呢 所以呢 中国的文字呢 并不是说不够表达的 现在闲话休提 我们专讲这个加字 加字在字书里面呢 既然解释做这个河花或者莲花的框 这样呢 莲花露出水面的框呢 我们呢 就叫它做加 除了作这样的解释之外呢 另外呢 有一种植物呢 也是用这个字的 不过呢 它不是独家 它呢 是独做骑 广州话呢 那些矮瓜呢 就叫做骑 不过呢 广州话的俗语呢 就不独做骑 不独做平声 是独做上声 是独做骑的 例如呢 番茄呢 或者呢 广东南路这个高州 好像有一种植物呢 有一棵而已 的植物呢 就叫做面骑呢 我们呢 都是语音呢 读做茄子 不是读做骑的 那我们呢 即是呢 读音呢 是读做骑字 讲说话呢 是读做骑字 我们广东呢 有很多字呢 是这样的样子 是这样读法的 例如呢 跑马地呢 我们不读做地 读做地 是读上声 它的变音呢 是多数呢 是变上声 所以啊 这个骑字呢 我们呢 读做变音呢 是读做上声的 有一种手标呢 它的牌子呢 就是用个加字 来做牌子 有些人呢 就说这个字呢 是错 应该呢 这个是个骑字 不是呢 个加字 其实呢 这个字呢 也可以读做骑 也可以读做家的 这两句是唐代诗人 王维的诗句 上一句呢 是讲 忽释了那些陈埃 去看旧的书简 下一句呢 是讲话 等待月亮上升的时候呢 去弹琴 现在所讲的就是 旧简忽陈汉这个简字 简字的字形呢 就是竹花头 下面作一个 闲下的闲字 也可以写作一个中间的简字 这个简字呢 就是简扎的简 从前呢 没有子的时候呢 人家写字呢 就是写在竹片上面 所以呢 这个简字呢 是从竹的 也有呢 写在木片上面 所以呢 有简扎之称 那个扎字呢 就是从木字边的 简字的字意呢 在中华大字典里面呢 一共有三十八个 那么多的 不过常用的意呢 不是多少 通常呢 作为简扎 那样解 也作为简单那样解 也作为姓氏 就是姓简的简 有位听众 陈子明先生呢 他写信来问 这个简字 和那个 结束的束字中间 两点 就是好像东西南北的东字 那个简字 有什么分别 其实 两个简字呢 在大多数的场合上面呢 是相通的 现在习惯上呢 我们写书简的简 也可以写这个 竹花头这个简 也可以写 结束的束字中间作两点这个简 例如我们写 信那个简扎的简字呢 有两个简字呢 都可以写 又有一位听众 林敬岳先生 他来信 他问另外两个简字 他举出草木的木字边旁 右边作一个简文的简字 那个简字 还有呢 我们吃老美 那个老美的老字偏旁 右边呢 作一个念字 就是刀剑的简字 左半边 那个简字 他问一下 简水的简字 应该是写哪个 应该是写木字边 那个呢 还是写这个 老美的老字边这个呢 这样 广东人呢 叫肥造呢 叫做翻简 一般的写法呢 都是写木字边 一个 建文的建 那个简字 这个字啊 在广东地方呢 甚为通行 一般卖翻简的招纸 和报纸上的广告呢 都是写这个简字 如果我们翻查一下字典呢 这样呢 普通的字典呢 就没有木字边一个建 这个简字的 甚至 池海和池源 这两本 这么通用的书上面呢 都没有这个简字的 原来这个简字呢 是不带通行 据康熙字典的解释 这个木字边 作一个建 这个简字呢 就是通水器 这样解 就是通水的器皿 大约呢 就是一条水管呢 就叫做简 就并不是作为呢 这个肥造那样用的 不是作为翻简那样用的 因此啊 作为肥造用这个简字呢 是应该呢 是作一个老水或者老米的老字边旁 右边呢 作一个念 那个简字 简字呢 另外也有一个写法 也有一个老字边 作一个兼迹的兼字 那个呢 也是简字 不过啊 我们广东人呢 借用这个木字边 所以呢 变成这个字呢 然后才是流行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咬文着字 主持宋毓文 虎此出于鹤 龟肉稳于独钟 是谁知过渔 这几句是出自论语的 孔子对这个染友 他说虎此 虎就是猛虎 虎尺就是一種很粗野的野牛 它說猛虎和野牛越出壽難之外去作惡 它說這個不是管理人的過失 又是哪一個人的過失呢 現在所說的就是虎尺出於俠這個俠字 這個俠字的字形就是草木的木字偏旁 右邊作一個甲月丙丁的甲字 這個字是陰俠和俠俠 俠士劍俠的俠字是同音 這個俠字就是用木來造成的壽難 因此溪流人犯的地方也叫做俠 報紙上有一段新聞 有四個傷病的犯人呢 被激留在這個醫院的激留所裏面 因為他們呢打爛了一個玻璃杯 來威脅一個女護士作為人質 逼那個看守的警員呢 把這個門匙交出來然後開門逃走的 於是呢有些報紙呢就在標題上呢就寫這幾個犯人呢是月俠 寫用月俠這兩個字 有些朋友問我 他說為什麽欺壓的壓字 不用財手邊而用木字邊呢 就是這樣我初時呢不明白它是什麽意思 後來呢這朋友呢他舉出月俠這個兩個字出來 我原來就知道呢朋友啊是將俠字呢 俯似出於俠這個俠字呢當作個壓字來看 原來啊這個俠字的字形呢和壓字的字形呢是很相似的 因為那個俠字呢是木字邊旁 而那個壓字呢就是財手邊 不但呢字形呢是很相近 而且字意呢也有些相近的地方 因為犯人被激留呢就叫做激壓 例如啊被激留住的犯人 雖然經過提堂而審訊未能終結的時候呢 法官呢就會下令呢將犯人呢還壓 現在呢這個報紙上呢常有還壓的字形 但是啊犯人逃脫了這個激壓 而報紙上呢寫作月俠呢那個呢就很容易呢使人誤會 這個俠字呢就是激壓的壓字 其實呢俠字和這個壓字呢是兩個寫法不相同的 雖然他們字意是相同的這個字形呢又相似 但是呢這個字音字形呢根本呢都是不同的 不止於字音字形不相同連字姓呢都不相同的 從木字邊這個呢是指激留人犯的地方 我們讀它做俠 即是一個大約呢即是一個繁龍 那麽上下解法的 財守邊這個呢是犯人呢被激留就叫做壓 財守邊這個壓字呢是一個動詞 從木字邊這個俠字呢是一個名詞 逃走出繁龍呢我們呢就叫它做月俠 並不是月壓 因為兩個字呢太過相似了 所以呢那些人呢是一下呢是看不清楚呢 以為那個俠字呢是一個壓字 其實古人讀書呀一定呢有所謂三道 眼道、厚道、深道 所謂眼道呢我們呢就要清楚認識那個字的字形是怎樣 這樣不好呢有時呢會爭一畫一撇呢就會搞錯了的了 文道頭可剃如何不剃頭 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 剃字由他剃頭還是我頭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這首是清初時候流行民間的一首詩 我們中國自明朝以前呢 所有的人呢都是觸發的 到滿清入關的時候呢 然後至強令人民剃法梳邊的 所以就有這首詩流傳 現在所說的就是文道頭可剃如何不剃頭 這個剃字 剃字的字形呢是草花頭 下面作一個字雞的字字 所謂字雞的字字呢就是公尺的尺字偏旁 右邊做一個追字 這個追字呢也就是垂人垂字的右半邊 這個替字的本義呢是為什麼呢 除去的草把草割除呢就叫做替 所以這個字呢是從草的 因為呢假設做替頭的替字 原來替頭的替字呢是有好幾個寫法這麼多的 一個呢就是頭髮的法字的上半卷 下面呢加一個兄弟的替字 那個呢是替頭的替字 另一個呢就是頭髮的法字的上半卷 下面呢加一個容易的二字 那個呢也是替頭的替字 另一個呢就是兄弟的替字 右邊呢動兩動 即是右邊一個刀字 那個呢也是一個替字 因此替頭這個替字呢有四個這麼多 本來啊漢字呢是並不凡難的 但是啊有很多人呢是隨便他們呢 自己呢就會去創造那些字出來 而且呢也可以假借 於是你做一個我做一個他又做一個 另外也有人去借一個回來 於是呢就搞到那些字呢就比較複雜了 這樣呢若果我們整理起來呢 使它呢單純作為一個呢這樣呢 那些字呢就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現在呢只是替字呢就有四個這麼多 本來不複雜的呢都搞到複雜 現在啊我們慣用的替字是哪個替呢 就是一個兄弟的替字 右邊呢動兩動 即是右邊一個刀那個字 大多數人呢寫替頭的替字呢都是寫這個 所以啊我們呢不必寫草花頭一個字雞的字那個 但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常常呢他們喜歡用一些不常用的字 以為這樣呢然後才當作古雅 其實我們寫文章呢目的呢只是表達 我們使用文字呢只是表達 孔子講過說遲達而異議 只要呢我們能夠表情達異呢 就應該呢是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我們呢不必求它古雅的 我們寫文章呢是給現時的人看 不是給古代的人看 所以啊寫古體的字呢是不太好的 是應該呢寫常用的字呢的字形呢 然後才容易表達別人 然後才容易清楚 現在啊寫草花頭一個字雞的字 這個替字呢已經呢很少人懂得了 咬文著字 主持宋毓文 或武魅如文君 或輕盈若非宴 這兩句是出自宋拱 梅花庫的 武魅是一種柔弱 野人憐愛的樣子 輕盈呢也是一種籤柔的樣子 大意是說啊 柔弱得呢好像卓文君一樣 籤世得呢好像趙飛遠一樣 這個武魅是雙聲字 輕盈呢是跌穩的字 這一類字呢沒有十分固定的意義的 有時候呢是可以這樣解 有時候呢是可以這樣解 有時候也可以作第二個解釋 現在所說的就是 畫武魅如文君 這個魅字的字形呢 就是男女的女字偏旁 右邊呢作一個眉目 這個字呢是作喜愛的意思 也作淺味的意思 用種種方法 或者用種種言語 去討好別人呢就叫做微 例如諾彬王的土武教合裏面 說胡魅偏能或主 所謂胡魅呢就是好像一隻狐狸精一樣呢 能夠淺味人能夠鼓劃人 又例如這個白居易長恨歌裏面 回眸一笑百味生 陸公粉袋無顏色 就是講說眼睛一轉動的時候呢 焰然一笑呢就生出百種的眉態來 使到呢陸公的美女呢 都沒有一個能夠及得她 這個魅字呢 又常常呢 同這個明字呢 是連結起來 成為明媚這個詞語 例如這個春光明媚的意思呢 就是講說春天的光景呢 是非常之好 明媚兩個字呢 是一個雙聲的詞 我們呢不能呢 固定解釋這個明媚是為什麼的 只是呢 是能夠呢 講出呢 是春天一種美好 是這個意思 這個字呀 在讀音上面呢 常常有人會讀錯的 有些讀作美和美麗的美字呢 是同音 這個是誤讀 有些呢 是讀作眉和眉目的眉字 眼眉的眉字同音 有一個女明星 她的名字呢 用這個眉字 但是呢 有些人呢 是讀她做美 或者呢 有些人呢 讀她做眉 這個眉 眉 眉這三個音 雖然相差是不遠 但是指音呢 在原則上呢 是應該是有一定的 我相信呢 沒有一個民族的語言呢 他們那些字音呢 是可以亂讀的 我聽到一個中學生 他講話 他們的國民先生呢 對他說呢 他說字音呢 是不必太過認真的 因為一音之轉呢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位國民先生啊 他懂得說說一音之轉呢 似乎他對文字呢 指音呢 是有些研究 但是啊 這句話呢 隨便這樣講給中學生聽呢 這樣呢 會使到那些學生呢 隨便讀指音呢 這樣就會有問題的 例如我們講說 校長 這樣 掌字和長字呢 是一音之轉 我們校長 可否叫他做校長呢 不行的 我們如果讀校長呢 就有問題的 所以一音之轉呢 是有問題的 雲無心而出就 鳥眷飛而知還 這兩句是出自 陶淵明歸去來詞的 大義是講 那些雲氣呢 本來是無心的 但是呢 偶然呢 也會從山間的岩縣飛出 飛鳥飛得疲倦了 也知道 飛回去他的老巢 這兩句呢 是比喻他自己 本來是無心做官的 偶然呢 去做官 現在呢 就好像一隻卷鳥一樣 飛回去老巢說了 現在說的呢 就是雲無心而出就這個就字 就字的字形呢 是山水的山字棚 右邊呢 作一個自由的油字 還有兩個字體不同的就字 不同的寫法的 一個呢 就是洞穴的穴字頭 下面呢 作一個自由的油字 另一個呢 就是山谷的谷字偏旁 右邊呢 作一個自由的油字 我以為啊 漢字的 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壞處 例如呢 這個字形不統一呢 這樣就是呢 一個不好的地方 一個缺點 他們呢 喜歡你可以有一個寫法 我有我的寫法 第三者呢 也可以有它的寫法 那個個都不同呢 這樣呢 就使人家呢 很難認出了 不過啊 這個就字呢 雖然有三個字形 通行的字形呢 就只是有一個而已 哪個呢 就是山字偏旁 作一個自由的油字 只有那個呢 是通行 其餘兩個呢 幾乎呢 都受了淘汰了 這個就字的字意呢 是有兩個 一個呢 就是作為岩月的意思 山上那些洞月呢 就叫做咒 另一個呢 就是山峰的意思 作為岩月的意思 我們先頭已經講過 魂無心而出咒 有這個例句了 作為山峰的意思呢 就有南齊時的詩人 借條的詩 窗中列遠咒 這個咒字 就可以做這個咒字的例句 即是作為遠處的山峰 遠咒即是遠處的山峰 咒字的字音 是跟三咒的咒字呢 是同音 三咒的咒字呢 是從這個 右邊 自由的 由字得聲 所以啊 魂無心而出咒 這個咒字呢 也是從右邊 自由的 由字得聲的 但是啊 有些人呢 讀這個字音呢 不讀作咒 讀作族 有一個 居族的族 即是車族的族 即是族心國家的那個族字呢 車輛的車字旁邊 右邊呢 作自由的由字呢 這個呢 就是個族字 因為這個字形啊 跟這個魂無心而出咒 的咒字的字形相似呢 所以啊 有些人呢 讀作魂無心而出咒 這樣讀法呢 是相當普遍的 不過它的普遍程度呢 還未曾呢 達到呢 將這個 咒字的正確的字音呢 是搶了去 因此啊 我們呢 不應該呢 是將這個字呢 讀作族的 我聽過有若干教書的朋友呢 他們呢 亦是讀魂無心而出咒 那呢 顯然呢 他們呢 沒有在字典上呢 詳細呢 查過這個字的讀音的關係 他們看回來 感谢观看